以後我們再使用3D 除了你直接存檔以外 存檔以外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現場這一個 現在現場這一個 我先換成這種模式 現在現場這一個 你有沒有覺得材質好像跟我 就是在OPS裡面看到的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裡的是不是有還有光線上的比較明顯的變化 椅子是不是有點不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有經過算圖 可是這邊有沒有發現沒有那種陰影的變化 所以呢 當然如果你要這樣子是可以 也可以輸出這種品質 可是如果你要比較好的 你看上面 他可以做動畫 也可以什麼做靜態的 有一個照相機一個叫攝影機有沒有 好那我們今天會用到就是照相機而已 點一下 他就問你 來請問你要輸出的畫質是哪一種 是高速度的 有沒有四種對不對四種 高速度的就是跟你現在預覽的差不多 但是呢你往右手邊之後 你會發現 你還可以自己決定哪一天什麼時間 欸這有影響喔 因為你的什麼 地理位置不一樣 太陽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像做太陽能他們就需要考慮這種 對不對 光線進來的角度不同 會影響嘛 會影響效能 那你可以選好 不過建議各位 所以最好是不要用那個 預設是中午十二點 所以中午十二點的時候 通常他的圖會變得比較亮一點 所以我通常會用早上或下午 傍晚 好這樣比較會 晚上醒不醒 醒不醒 當然可以啊 但是記得 要打燈 哈哈 這裡有燈 如果你晚上你沒有打燈 很抱歉 按摸摸 因為沒有交電背 好沒有交電背 所以 好了之後你就按開始 那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輸出的尺寸 預設比較小 好像四百成三百而已 所以有沒有發現 我輸出成那個比例 1920x100是什麼 這是Full HD的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你丟進去都剛剛好 不好意思 我有設計過嘛 因為我要做的時候就是這樣 那這個時候他就開始計算 可是這個 就會牽涉到你電腦的顯示卡 好或不好 當你的顯示卡 尤其像Notebook的 Mac的比較沒問題 因為Mac本來顯示卡 就比較好 好 那就是一般的這個 尤其是Notebook 你也很明顯發現 那一下班 操作的時候沒有差 因為他用比較快的嘛 但是如果你是那個 一般的Notebook 假設又不是獨立顯卡 效能沒那麼好的 這邊就會時間會比較久 當然跟你輸出尺寸也有關係 尺寸比較小 也會比較快 這樣有了解嗎 等到他輸出好了 你就可以按儲存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存下來 所以我們大致上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你回頭看一下我們的新字圖 各位你手上的那一個 你手上那個新字圖 你來看看 請問 看你手上那個新字圖 我們今天有介紹到的 從右手邊這裡 OBS怎麼用 到這個設備 到影片剪輯的工具 到使用3D 有沒有都講到了 這樣了解齁 所以這一張雖然你回去之後可能會便當有沒有 有沒有 但是我真的有照那個上面講 其實還有一些是沒有講到 不過沒關係啦 就是我通常都會準備多一點 那不夠的你可以到我們那個玩弄上面看 在任務裡面有很多我的文章 我都把它放在裡面 都把它放在裡面 所以你回去之後 你可以再找找 像我們這邊還有一些免費的 有沒有素材的資源 我沒有介紹的 我都把它放在這邊 因為我也寫了不少文章 所以有興趣 歡迎到我的部落果或YouTube上 再去做觀看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